淡季不淡 台积电今日公布5月营收创始上第三高 5月合并营收2296.2亿元月减2.7 年增30.1% 董事长暨总裁魏哲嘉在股东会表示 同意回答创办人暨执行长黄仁勋对AI前途的看好 未来几年愿景相当乐观 台积电1至5月累计营收达1兆582亿8600万元 比2023年同期增加27% 台积电在金源制程前后段的领导地位相当稳动 5月在AI及HPC延续成长动能 针对台积电的展望 魏哲嘉日前表示 台积电的技术领先 无论AI伺服器 AIPC以及AI手机 都会用到台积电的晶片 不仅快还省电